以下我們會看看微波在粒鏡的反射 我們需要一個微波發射器 一個微波探測器 探測器會接駁檢流計 當探測器接收到微波的訊號時 就會產生電流 檢流計就會出現毒素 這個就是實驗當中用到的粒鏡 現在的探測器是放在粒鏡的焦點 檢流計的毒素是零 開著微波完之後 我們見到檢流計的毒素立即升高 微波和可見光一樣 平衡入射粒鏡會匯聚在焦點 檢流計的毒素就會去到最大直 如果我們不知道粒鏡的焦點在哪裡 我們可以將粒鏡推向探測器 由於微波發射器並不是在無窮遠 我們亦沒有用突透鏡來製造平衡於主軸的波速 成像的位置只能說是接近粒面鏡的主焦點 而絕非在主焦點上 當毒素去到最大直 探測器就是在接近主焦點的位置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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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集請